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珍惜这样的机会 我也想通过我的演艺 也能够带动这些青年观众们 对历史有新的认识 新的感望 我们的使命是乘上起下 你到底要做什么 要做大事 去除黑暗 日出东方 每个角色都是我百分比当中的自己 演员对他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说抓手的话 可能就是你平时的积累 你再结合他所处的那个特殊的历史 这样就可以理解当时人物的思想逻辑 七年前我和李大昭同志 确定了咱们这个党的名称 就叫中国共产党 我每天都在努力地改变自己 为了自己的理想 为了不变的主义 同志们 给我点时间 有的时候扮演的角色不同 越遥远的呢 好像你进入角色的内心的距离 就越远 越近的人物呢 你越容易理解他 可是事实来讲正好相反 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 观众已经亲历了他 某种程度上就更难 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张定宇为原型的 外长得了那个病之后的特殊的步态 就像在镜头前面的时候 大家都由衷地无为杂陈 也不是膝盖的问题 剑洞正 他们这每天生生死死的 见得多了 扮演不同的角色的时候 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追求真实 有的时候你应该从内心 大清帝国上扬的这个角色 偏偏是我入戏最晚 又不得不入戏最深的一部戏 从那一天我人已经尽足了 拼命地去做大安头工作 温水上上在秦无险 可谓天赐家水 可为何在秦至数百年 却荒芜薄收 人烟牺牲 曲良愿问先生信论 创作五个月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那些小伙伴们 我们在聊戏 我要听他们对戏的体会 今天拍过的戏 和对明天没拍的戏的 一些想法 那个创作氛围 我很怀念 我很怀念 世俗名利 山川不已 谁能轻弹愉悦 这么说来 你也不能 我是另类 不在此 当你全身心地投入到 一个自己所关注的事情 你的状态就是过多的 有很多的时候 就会带入到相关的生活当中 你比如说现场 你在琢磨一会儿那场戏 到底怎么去演 怎么处理的时候 别人跟你说话 根本是听不见的状态 我正在等你 当然也有幸福的时刻 创作过程当中 跟导演 跟对手之间 有了什么新的想法 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我们怎么样把它 淋漓尽致地表演出来了 这个可能是我目前 最想要的幸福 从小的理想就是它 既然命运安排的我 让我能够如愿以偿地 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理想 那你为什么不为这个理想 去奋斗众生呢 啊 东西